王国栋先生山东青岛人一米八六的个子瘦成了一百多斤 就因为自己的儿子没了 一个这样的男人在打击下把自己打成那样 王国栋先生不要这样要站起来像个男人 因为我就是你最好的样板 我全家68个人一时给赶到大街上 我娘被吓死被鼻死 我爹被扔到马路上死在医院里 我八弟被他枪毙 我所有的家人同事270个人被扔到监狱去 你见七哥销售了吗 你见七哥被他给吓住了吗 此时此刻共产党正在拆七哥的其中一个房子 还在拆呢 现在已经拆两星期了 你见七哥有一点感觉 他要影响我一秒钟睡觉 我不配做个男人 我对八弟的怀念 我对父母的怀念和歉疚 都会化成子弹 都会化成力量 我不会一次给共产党 我会让他千秋万代 享受郭文贵给他带来的 Its dreamly painful 这才是男人 我们和共产党的不共戴天之仇 只有一个办法 我们强大 你不强大 你什么都扯 强大的很多办法 第一个 就我们要过得好 有钱 有身体 有快乐 接下来 在一些法币银行存了钱的战友们 很多很多人 你会发现 你在银行的钱没了 接下来 你会听到 全世界的银行 不论你是在日本 是在法国 英国 德国 非洲 开普通 不管你是在什么 古巴 和哪个国家 你所有最相信的银行 越大的银行 它越可能爆雷 接下来 瑞士的瑞信 一定会完蛋 德意志银行 一定会完蛋 因为它是跟着中共的 然后英国那几个 大牛叉银行 一定也会完蛋 美国的银行 完蛋多了去了 整个SVB 包括 第一公共银行 一系列的倒闭 最重要的 是建立新中国联邦的 未来的一个国家金融基础 和国际金融基础 只有我们 富国银行 Folcewago 这百分之百完蛋 这个球银行 坏极了 BOA坏极了 一定会完蛋的 这个共产党勾结的银行 毁咱爆料哥们的银行 你去想吧 一定会完蛋 汇丰肯定完蛋 大同也得完蛋 新加坡的那几个什么 DOB什么什么银行 全完蛋 你能知道 大银行这些名字 基本全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